標準時間晚上10點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上午在奈良市助選時 遭槍擊宋苑不治 嫌犯當場被捕 俄羅斯總統普京警告 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才剛開始 印尼呼籲通過協商 結束烏克蘭戰事 本地研究發現 每10名心臟病病患中 就有一人沒任何危險因素 死亡機率卻被其他病患高八成 電動車數量逐漸增加 由公司看准商機 提供上門充電服務 專家預計 類似的流動充電服務 還將增加 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您收看晚間新聞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上午在奈良市街頭 發表助選演說時遭槍擊 頸部和頭部受傷 宋苑急救後不治 得年67歲 41歲的嫌犯聲稱 因為對安倍不滿 才決定槍殺他 滿臨部和頭部的